大家好,我是丘比,我现在在甘肃甘谷这边 这里是叫一个将军岭 说到这个将军岭,那么这里自然而然是埋葬着一位将军 我们知道三龟岩岭里面 诸葛亮是一位出神入化的人物,赴风唤雨 当然自作墓不是诸葛亮的,是他的徒弟姜维 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物 也是当时我们说的蜀汉的大将军 他一生是幸运的,也是悲惨的 我们来说一说他的故事 他就埋葬在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也是一关种 姜维,他这个是甘肃天水人 就我们今天说的甘股县 是三国时期我们说的蜀国名将 他其实小时候也很可怜 从小父亲就去世了,有母亲养大 他在诸葛亮北伐的时候投降蜀汉 就投降了诸葛亮,受到诸葛亮的弃重 后面被诸葛亮受为徒弟 在诸葛亮去世之后 后面升了大将军 赌长金权 据悉我们说诸葛亮的未完成事业 北伐 但是诸葛亮没完成了 他也没完成 当时流禅 就我们说阿斗已经投降了 后面 江维还假意投降 想联合那个中快 谋反,但是最终失败了 被杀 62岁的时候去世的 看三国演义的朋友都知道 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面是非常厉害的人物 基本上打仗没有输过 但是江维的时候让诸葛亮在场上失败过一次 这可能也是为数不多 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江维的军事思想是不错的 所以说诸葛亮收江维为徒 有一个这样的原因 还有呢 大家可以看到 三国经历了几十年 到诸葛亮那个是北伐的时候 很多名将已经凋谢了 所以说江维当时武艺又好 所以诸葛亮也起了爱才之心 另外一点就是诸葛亮演技也大了 他肯定要选一个传人 所以说这姻缘机会 就把江维作为他的传人之一 大家看到这里就是江维墓 这个墓是在一个山脚下面 一代名臣 一代有名的将军 最后只剩下一个这个狭窄的土堆 作为诸葛亮的传人 就剩下这么多 诸葛亮还有一个武侯池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 但他这里呢 就是很小 尽管作为诸葛亮的徒弟 但是江维终继一生 也是一个机遇而遇不到的人 就求机也遇不到 这决定了他一生啊 我们说仗之未仇 仗之难仇 很多人都说 蜀国的灭亡要归咎到江维 其实他是冤枉的 因为江维真正掌权 差不多才十年 诸葛亮死后 蜀国还遗留了二十九年 那十九年的时间 江维那个时候 还是没有太大的权力的 所以说 等他真正掌权 那蜀国我们说的 就是已经病入高荒一样的 实力相对来说 魏国 就朝魏 是越来越弱了 尽管这样 他还是进行北伐 北伐的时候 有胜有败 但是怎么说呢 最终还是实力决定的 但是江维的死 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说一下 因为拿破仑说过这样一句话 一个人不管有多大的才能 没有机会是等于零的 这个江维也是一样的 时间太短了 同样的 江维也是一个非常有志气的人 他把自己的后半生 献给了蜀国 但是他最终没有选择 像阿斗一样的 投降为国 而是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堵上了自己的生命 以及民杰 以及全家的性命 结果呢 也是失败了 大概就是假意投降 然后联合我们说的 宗会 就宗快 谋反 被诛杀了 全家都去世了 他这个地方 是一关种 我们来说一说 为什么是一关种 就是当时 江维和宗快想谋反 就假意投降 想我们说的 独立为王 但是事情泄露了 后面被朝卫派来的人杀死了 当时下令说 江维的尸体 不能埋葬 但是呢 当地老百姓收集了 他的一些衣物 在这个地方 为了祭宴他 建立一关种 所以真正的江维的墓 在哪里 没人知道的 所以说 实施造英雄 但是 也得有机会 没有机会 也完成不了事情 就跟现在 古代 都是一样的 没人知道了 所以说 或者是有机会 能不能计划